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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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意大利帕拉姆和卡塔尼亚这两座城市 因为它修建的是这两座城市之间的高铁隧道 你看它虽然底下有个支架 但如果不考虑支架的话 我觉得咱们站在它面前也就不到它的五分之一 对 这个直径是9.28米 9.28米 将近10米了 那确实比广流地铁那要大很多 它是属于这个大直径顿工机的换车 这个直径怎么发分呢 就是3到6米属于这个小直径顿工 6到9米属于中等直径顿工 9到12米属于大直径顿工 超过12米属于超大直径顿工 是这么发分的 逢山开路 御水架桥 这对道路建设者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但是若要穿山越赫 潜江入海 想要在水下挖掘一条世界最深的海底高铁隧道 那怎么办呢 中国顿购机就成为了隧道工程的得力干将 马上要看到的画面就是在广东虎门 珠江入海口建设中的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 这是海面下90米的位置 连接着广东东莞与广州南沙 是目前我国最大水压 最大埋深的海底隧道 这里工程水文地质情况极其复杂 事工难度也是世界罕见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镜到底的画面 就是由中国铁剑打造的深江一号和深江二号顿购机 同时从东莞虎门和广州南沙方向相向开挖的画面 深江一号身披省湿皮肤 深江二号喷涂蛟龙造型 中国顿购机宛如钢铁巨龙 凿岩破壁 威风凛凛 不断证明着中国制造的实力 中国顿购机是名副其实的国字号重器 那么这条钢铁巨龙到底长什么样呢 顿购机是目前最先进的隧道开挖装备 即机电业信息 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鱼翼身 往往钢铁穿山甲 用于打通隧道的最后关键一环 国产顿购机具有上万个零部件 根据不同的用途 直径也会有所不同 其实顿购机还有长长的身体 一般机身长度都超过百米 重量达到数千吨 由刀盘 主驱动 钝体 管片 拼装系统 控制室 推进系统等几部分组成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看打工中的顿购机了 被称为钢铁巨龙 一定是隧道贯通的利器 那么顿购机又是如何决进向前的呢 破土而出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呢 前不久央视新闻顶级实验室团队 就来到了广州地铁14号线 二期工程的施工现场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这个震撼的场面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的动购机马上就从这边破土而出了 我们终于要开始了 一起见证一下 现在也就是有多厚 现在这边只有一米左右了 一米左右 哎呦 有个小石头干嘛 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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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现在剥落的冲击土坝会通过这个我们绝境的过程中间它会逐步的剥落 确实你看它不会那个特别大的崩出来 它只是慢慢的往下落 哎 我怎么觉得低根柱的悬了 你看那些连接的那个那个杆是什么做的啊 怎么感觉像竹竿 这个是玻璃纤维巾方便动购机在掘穿它 你看噼里啪啦的现在 哎 要倒了 要倒了 它好像只是上半截倒了 对 是上面一半 你看现在从通过上半截你是可以看到这个大面积的刀盘它是在里头旋转的 包括这个刀具啊都可以清晰的看到 完全弄出来了 对对对 动勾机划一个方向旋转一定时间之后 需要把这个刀盘的转向啊进行一个调整变换 哦 果然开始反转了 然后这样的话能保证动勾提吞体里头是长期是保持在一定的滚动脚范围之内的 哎 最后一个啊 准备要倒了 我感觉它要倒了 是的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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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老师现在这种状况啊我们就可以宣布马创区间是正式贯通了 哦 它已经整个动勾机全部出来了 此处应该有掌声 哈哈哈 顺利贯通 哦